佛教中认为一个人死后会再次进入一个轮回 会重新获得投胎做人 以为一次生死轮回 佛教认为每一个人都有投胎的权利 在上一次人生结束之后会马上开始下一个世界 所以人就会不断的轮回 张国荣这是一个时代的记忆 他的离世可以说是很是可惜 让很多人都惋惜的名幸 如果说张国荣没有自杀的话 那么今天他可能有63岁 虽然他已经是离开了我们的身边 但是很多人都记得他 每到忌日的时候就会举行纪念典礼 关于他的去世 根据遗书的记载是因为抑郁自杀 然后在2003年4月1日的晚上 从酒店24楼跳下来 然后留下一书 Depression 沮丧 抑郁 多谢各位朋友 多谢麦列飞飞教授 那一年来很辛苦 不能再忍受 多谢唐先生 多谢家人 多谢肥姐 我一生没做坏事 为何这样 尤其是最后的一句 我一生无做坏事 为何这样 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转眼哥哥张国荣 已经去世16年了 每一年4月1日于人节这一天 粉丝们都会自发地缅怀他 通过影像 照片等各种形式 仿佛哥哥没有离开 就在我们身边 冬天花拜 春暖花开 有人离去 有人归来 这是著名作家 导演韩寒为了纪念张国荣而写的小诗 纪念哥哥的方式有很多种 每一年4月1日 粉丝们都别出心裁 通过剪辑他早年作品的视频 写一些小文章 看一部他主演的老电影 或者在社交平台 晒一些和哥哥有关的东西等等 今年在战国荣 逝世16周年的这一天 唐赫德在印子晒出与张国荣的合影 并配文过去多少快乐记忆 何妨与你一起追 缅怀哥哥张国荣 哥哥想念您 张国荣的死就像是一个谜 谜底明明大家都知道 可是很多人就是不愿意相信 一个巨星会在自己最发光发热的时候陨落 于是张国荣的死 就被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 每一年他忌日的这一天 很多媒体就会重新剖析一遍 换着花样和形式充当侦探 仿佛不找出个新线索 事不罢休 但其实大部分都是标题党 内容也是换汤不换药 每一次都差不多 张国荣的自杀原因 众说纷纭 情变 降头 入戏太深的 其实在张国荣去世后不久 大姐张绿萍为了让弟弟安息 也为给张国荣粉丝一个交代 早就向记者证实 弟弟自杀的原因是抑郁症病发 并非房间以讹传讹的那样 抑郁症有两种 一种是clinical depression临床抑郁 因为脑部里面化学物质不平衡了 是生理上的 另一种就是大家明白的 有不开心的是导致的 张国荣是第一种生理上的抑郁症 张国荣患上抑郁症的原因 据他生前的经纪人陈淑芬所说 是因为他拍摄的一部电影偷心 众所周知张国荣是一个全能型艺人 不仅当演员做歌手 还自己当导演拍电影 他筹拍的电影偷心 耗尽了他所有的心血 当时拍这部电影的时候 因资金短缺而搁浅 张国荣因为很难接受这个现实 他又是一个极度好强 对自己要求严格 甚至有苛刻的完美主义者 这种人一般很容易患抑郁症 而张国荣就不幸患上了 导致最后病情严重 用自杀的方式结束了生命 有人从佛教的角度分析张国荣的死因 其实无论从哪个角度 张国荣都是患抑郁症自杀身亡的 他的死因其实并没有那么多的神秘色彩 这些年因为被各种谣言和传闻包裹了 所以一直以来 才会有那么多人对他的死耿耿于怀 如果不能骄傲地活着 那么我选择死去 谁也没有想到这句台词会成为哥哥最终的宿命 倘若哥哥只是一个能得过且过 随遇而安的人 那么他这辈子也必定可以凭着以往的成绩 继续在演艺圈混得如鱼得水 或者花着前半生赚来的巨额财富 继续享受人生 但是偏偏他就是一个凡事力求完美 须得尽心尽力做到最好的执念颇深的人 所以不能骄傲地活着的他 最终选择了轻生 一个人要学会接纳世界真的比较容易 但是要学会接纳自己真的是挺难的 哥哥或许便是如此 生性善良风雅的他 将最好的一面留在了电影荧幕 舞台灯光以及众人面前 但是清醒时的他 却无法接受自己在抑郁症发作时 带给爱人的种种痛苦以及伤害 他可以努力地去抵抗病魔 可以忍受抑郁症带给他的一切痛苦与折磨 但却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继续伤害自己最爱的人 却又无能为力 于是哥哥在自己尚且还清醒的时候 决然地做出了要永远离开这个世界的决定 但是在张国荣的一生 却有十分遗憾的两件事情 其中一件就是当年对于毛顺云的爱情 如果当年毛顺云肯嫁给自己 或许能够改变自己的一生 这句话不知道多少人遗憾 随后更是与唐先生的恋情被曝光之后 张国荣坦然地站在了世界的焦点中 和唐先生的一场世纪虐恋引起了关注 但是最后张国荣的离世 也让这段虐恋十分的遗憾 可以说张国荣一直想要度过自己的生活 但是媒体紧追不舍 更是让自己崩塌 但是当年的死因 更是引起了无数人的关注 到底张国荣是真的离世了还是离开了 而向太曾经更是直言张国荣并没有患上抑郁症两人 还通话过 并且张国荣称自己没有抑郁症完全是炒作 随着时间的发酵 张国荣已经成为了永恒的经典 但是最近某位名嘴更是称张国荣没死 不过完全也是自己的一个噱头 想要引起众人的注意 可以说逝者已去还要靠着别人的热度 想要尚未完全可耻 而最近在一段视频的曝光中引起了无数人的疯传和猜测 一位司机竟然和张国荣撞脸 并且十分的相识 不管是发型还是表情 而到底是转世了还是没死呢 眉宇之间的气息依然是这么的淡然 而这位司机更是称自己不想模仿张国荣很喜欢现在的生活 自己不想出名 只是想度过生活 可以说他的出现肯定会引起娱乐圈的打热 但是他拒绝如此 图片来自网络 张国荣转世还是没死 司机撞脸张国荣 网友 他只想要普通生活